大家好 我是蔡森森 我是蔡太太 今天我們森森試試 我們要講腸病毒 蔡大哥他今年三歲 前一陣子我們有去坐澎湖輪 晚了去澎湖待一天 然後就回到台灣 回到台灣之後 他開始就有這個腸病毒 然後到現在已經完全康復 一個多月了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再拍這支影片呢 因為我們覺得腸病毒 尤其是在我們有這個年齡的小孩來說 是非常的重要跟棘手 而且腸病毒在今年夏天 真的是很流行 對 他一般流行的時候 是五月到九月的時候 大哥一開始 從這個澎湖回到台灣的時候 生龍活虎 對 完全沒有任何的情形 只有他的嘴巴上面 他有一點很像青春痘的這個點 那我都跟他開玩笑說 哇 你長青春痘啊 那其實小孩子身上有些時候 紅紅啊什麼 加上有過敏的情形 這是很常見的 開始長痘痘的時候 我就會想說會不會是腸病毒 檢查他嘴巴的時候 其實看都沒有破洞 就是沒有腸病毒的一些病徵 手啊 跟腳也都沒有 長那種紅紅的點點都沒有 然後我們就按照 我們一如往常的送到保母家 當天的早上的時候 我們在工作的時候 他就有傳訊息給我們說 大哥發燒了 後來去看了醫生之後 就說他是腸病毒 我說可是早上 我送他出門的時候 我看到嘴巴裡面也沒有破洞啊 然後醫生就說 因為他的那個小破洞 是在喉嚨的很深處 所以我們用一般肉眼 其實是看不太出來的 一開始呢 大哥是發燒 發燒完之後沒有什麼疹子 我們一度還以為說 這醫生是不是看錯了 因為我們看他的嘴巴 都沒有什麼破嘛 那問他喉嚨不會痛痛 他也說不會 吃東西 他也都吞咽很正常 對 隔一天然後開始發出來 很多在這個嘴巴周遭的附近 現在會癢嗎 不會 那他的體力也明顯的 比較下降一點 就是常常要媽媽抱啊 然後從客廳走到這個廁所 就說媽媽我要抱 然後明明很近走兩步路 對你就知道說 孩子這個時候是不舒服的 我們就開始查 有關於腸病毒的內容 因為其實常常聽腸病毒 知道腸病毒很可怕 但其實如果你有照顧 三歲上下的孩子 他們也本人也是很可怕 查了一下網站 我們發現說 總共的腸病毒 將近100型 那腸病毒呢 它是一個大軍 它不是只有一支的病毒 叫腸病毒 本身腸病毒的 這一個英文名字 它就是一群腸病毒的這個名字 那其中一般呢 我們在台灣每年流行 大概是二到三種的腸病毒 那因為之前呢 我們都戴口罩 因為疫情的關係嘛 那現在沒有戴口罩之後 就常常很多人說 就是疫後大反撲 對 所以今年五月份 跟去年的五月份相比 腸病毒確診的人數是25倍 哦 真的是大爆發 對 但是我們大家最害怕的 就是腸病毒大軍裡面的 我們常常聽到的 就是71型 也就是現在有聽到的 可以打疫苗的那個71型 那一般的腸病毒呢 最主要是兩種症狀 一種就屬於是 炮枕型的這個煙霞症 它就是在喉嚨這個地方呢 然後它就會像炮枕一樣破 潰爛 然後你嘴巴張開 你可以看到一點一點的 很恐怖這樣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手口竹型 就是在手口竹呢 都會出現紅點 一點一點一點的 那我們就看了大哥 然後他主要就是手口竹型 上面就會有這個紅疹 但大哥他很特別 他一開始發疹子的地方 還不是手跟腳 他發疹子的地方 是他平常過敏 會起疹子的地方 就是腳的後面 跟大腿的側 一般來說 除了這裡外 還有屁股 屁股這邊也是容易有出疹子的地方 我們很難判斷 因為他是常常會過敏的孩子 腸病毒這個詞 那個腸不是形容詞 那個腸是這個病毒的地址 它的居住地 它這個病毒是屬於 病蟲口入型的 經過我們吃東西啊 接觸傳染啊 然後吃東西 進到我們身體裡面 然後胃酸沒辦法殺死它 那它可以存活在你的腸子裡面 非常久的時間 那因此他們就叫做腸病毒 是因為它可以住在你的腸子裡面 那同一支病毒 為什麼這個小朋友得的嚴重 這個小朋友得的不嚴重 因為醫生說 這是根據病毒量的多寡所產生的 假設這個人 他身上有腸病毒 那我跟他關係很密切 那病毒經由血液 血液裡面的那個病毒量多 他就會發疹子出來 那像我如果跟他接觸的 不是那麼的密切 但我也有感染腸病毒 我的症狀相對就比較低 通常他在潛伏期三到五天 他就開始會傳染 但是你看不太出來 這就是這個病毒很棄手的地方 那真正的病毒傳染的高峰期 發病之後的一個禮拜 對 那所以我們的政府呢 才會定說727嘛 就是7天裡面 有兩個小朋友得腸病毒 那就要停班停課7天 那其實兩個小朋友得腸病毒呢 是旁邊的周遭有許多的小朋友 已經有無症狀的感染 只是兩個是有症狀的 所以這表示說他有一個群聚的感染 所以他才會立刻停班停課 不停課的話可能會失控 專家公共衛生他們研究呢 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例如洗手啊什麼 但是小朋友也就知道 洗手了又去玩玩具 玩玩具就哈啾哈啾 然後又揉眼睛 所以洗手他也是沒有辦法完全的杜絕 那最多可以杜絕在這個幼兒園 就是停班停課 不要掉嘛 不要掉 等到整個病毒傳染的高峰期降低的時候 再去這樣 那我們怎麼能夠分別他是不是那個大魔王71呢 71型他有一個症狀呢 就是手口足會有疹子 之後那個病毒呢 會入侵我們的腦部 尤其他最喜歡攻擊的地方是腦幹 那腦幹是我們的這個生命中樞啊 所以攻擊到腦幹的時候 這是非常危險的 會有腦墨炎啊 會有其他的病症 而且這個病症是會造成永久傷害的 專家說有特別四種情形 你要立刻送醫 去給醫生看 不要猶豫了 第一種是機要型的抽搐 這種抽搐的那種感覺是機要型的 另外一種就是 持續的嘔吐 發燒 心跳加快 活動力降低沒胃口 不是四個都擠滿你才去哦 其中有一種 持續一直發生的時候 拜託你趕快就去了 腸病毒的東西 你得了腸病毒這一型之後呢 你會有很久的時間 不會再得同一支的腸病毒 但問題就是腸病毒的一百種 對啊 一百種 雖然每年流行在台灣呢 可能就是那兩三種啊 克沙奇啊 還是這兩三種 但是呢 就是你中了呢 你還會再中其他的 沒錯 所以除非你的孩子 你這一次中的 你可能確定他就是七十一型 那中了之後 那你就不用再打七十一型的疫苗 因為他可以持續很久 那七十一型已經夠可怕啦 就是如果你好啦 那好了 你就不用再打七十一型 但是如果你不確定 甚至你的孩子就不是七十一型 那你說我現在得了腸病毒了 我以後就可以出去 都不用洗手了 沒有還是會感染 而且最近的是比較流行的 還有一個大家常常聽到的 就是隱藏的黑暗大魔王 D68 D68型 D68型特別是在我們的心臟 那還有我們的肺部的這個地方 如果你的孩子 你發現他有疹症 你發現他喉嚨有破 有潰瘍 你趕快立刻就要帶去看醫生 醫生跟你說是腸病毒的時候呢 你首先你就打開梦子燒了 你要請假嗎 沒錯 你就是要請假七天 對 通常就是爸爸請三天 媽媽請三天 用這個方式下去分配 大概兩三天之後 他的病就好得非常的多 對 媽咪 口口 我們現在是腸病毒第幾天 第四天了是嗎 我看一下你的嘴巴點點 好多了 後來就不會癢了嗎 體力非常的好 但是那個時候你請假在家 那你又不能出去啊 你說我們出去公園玩一下 不好意思啦 那摸來摸去不行 腸病毒還有一個特徵 就是好了之後 你原本如果是手口族型 起疹子的地方呢 他會開始脫皮 對 他會脫皮 因為有的在手口族 長疹子很嚴重的時候 他是會有水泡的 那如果沒有水泡 只是隱隱約約的疹子 在你的病程 一個禮拜過後呢 大概他都會開始脫皮 慢慢脫皮 有手會脫皮 腳會脫皮 很認真的脫皮那種的 我問大哥他說不太會痛 甚至有一些說大概在一個月後 還會有指甲脫落 這個是不一定看個人 那醫生也是有這樣跟我們講 那大哥是脫皮 沒有指甲脫落 我們就給他抹一點乳液啊 然後讓他 讓他這樣比較舒服一點這樣 那一個禮拜 去給醫生看 通常就醫生就會說 可以回去上課 或者是可以去幼兒園 但是喔 不是完全沒有傳染力 而是傳染力的高峰過了 他腸子裡面的病毒 會待在他的腸子裡面 8到12週 2到3個月裡面 那個大便喔 裡面你去檢查 都還是會有腸病毒 那口水會有嗎 不敢說完全是零 只是說他傳染的高峰 在這個七天已經過了 那因為這個東西 會有一個社會成本嘛 就是說 家的家長不可能永遠都請假 到底大人會不會得腸病毒 因為蔡媽媽呢 她會照顧大哥從這個保母回到家的 大概兩三個小時 那早上的時候 她會去照顧表弟 那蔡媽媽會不會被大哥感染 然後又去照顧那個表弟這樣子 是不是都不要去了 全部照顧我們就好了 不行 那因為這個大姑會 醫生說一般呢 如果年紀比較大的人 他們體內的病毒資料庫夠多 抵抗力也多 身經百善 其實他們大部分就算感染 也是無症狀感染 那在整個過程裡面 感謝主蔡媽媽也都沒有任何有症狀的情形發生這樣 父母其實很難避免 因為你們是主要照顧者 加上你看你的孩子這麼不舒服 你會很心疼 就是我晚上頭很痛 痛到吃止痛藥車兩三次都沒有用 然後整個開始發冷 後來我就發燒 然後骨頭痠痛 我那一天晚上 我就是躺在客廳沙發上都動不了 後來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我的手起了非常多的疹子 我的喉嚨完全沒有辦法吃東西 那時候我們就上網查說 如果吃不下東西 喉嚨會痛的時候 你就要吃一點布丁 我那吃布丁 我差一點就是暈倒在地上 因為很像是你破皮 然後有人一直打你的傷口 痛到連水都沒有辦法喝 我晚上睡覺 我的手跟腳已經刺麻到一個不行 刺麻癢然後睡不著 很像有人在電我的手 就是整個感覺就是 你曬傷之後的碰怕 我的病程真的是一個禮拜 到七天之後就不會痛了 好了之後你起水泡的地方會脫皮 所以我脫皮很嚴重 脫皮到我出去都不好意思拿錢給人家 但有一個好處就是 我的腳脫皮脫到 現在都不用再去給人家去腳趾了 現在腳的皮變得很嫩 一個多月以後呢 表弟 肠病毒 那個時候我們聽到惡化部說 馬上把大哥裝在那個包包裡面 帶回家用跑的這樣子 立馬先請假兩天 為什麼呢 你是不是免疫了嗎 沒有一百星 你也不知道是什麼呢 趕快立馬請假 那你說他是幼兒眼不是會重複一次感染嗎 對 但是他剛得完一個多月而已 讓他休養一下再繼續去裝這個 病毒資料庫 表弟的喉嚨也是破到不行 表弟是煙霞型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開始知道說 我們知識不足 會產生很多的恐懼 不曉得怎麼預防 那所以我們就想說要拍了一集 來跟各位分享 那其實腸病毒 因為他病毒腫的關係 酒精噴它 它是不會死的 對 對 主要呢 你就是要用 次氯酸 漂白水 紫外燈 對 也是有效的 最重要就是勤洗手 我們回到家都跟大哥 講說要洗洗手 就是內外夾工 大立碗 還不是隨便用手洗一洗可以 他們說要40秒 都要念啊 40秒就是唱兩次生日快樂歌的時間 所以這就是我們得這個腸病毒的過程 我們也算是全家都經歷過了 只有 算是蔡媽媽跟幾乎是沒有中 他們的病毒資料庫 已經不知道累積到可能是 Data已經太多了 3.0的層級 他們沒有任何的這個感覺 但是不管怎麼樣 需要看診的時候 一定不能耽誤 對 好的以上這就是我們的影片了 祝大家一個平安健康的身體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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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案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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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堂